当众人打开棺果后 一具身穿黄袍的女尸展现在大家眼前 棺果内的金银珠宝陪葬品也是琳琅满目 让大家吃惊的不只是这些金银珠宝 而是女尸身上的黄袍 要知道穿黄袍下葬的可不是一般人 难道说这名女子是位女皇帝 然而中国历史上女皇帝只有一位 那么女子的身份到底是谁呢 通过对女子的检查发现 她的身上至今还留有不明的液体 而且很难理解 尸体看起来完全没有腐烂的痕迹 这样的情景让现场的研究人员也是感觉到不对劲 那么为何这名女子可以穿着黄袍后葬呢 她到底是谁 最后的结果却让所有人深思 在1972年的内蒙古赤风 一个农民在干农活的时候 发现了一个巨大的洞口 于是在觉得事关重大的情况下 这位老农立马上报 得知情况 相关部门立刻组织了考古专家来到现场勘察 在来到现场之后 考古专家被这座由洞口发现的大墓惊呆了 根据测量 该墓占地达到5000平方米 虽然还没进入坟墓内部 专家对于相关的墓主人进行了推断 根据地理环境和历史背景来看 这地方发现的大墓一般是清朝蒙古王爷的 或者是清朝皇室成员 那么具体是哪位 也只能等考古作业完成才能确定 而经过现场进一步的调查 原来是地块发生了塌陷 才导致干农活的老农发现了这座古墓 想到如此体量和规模的古墓 当时的考古队还是比较兴奋的 但是随着考古的进一步深入 考古队对于这座古墓感到十分失望 因为在项目中心的推进和发掘中 好古队发现了许多大大小小的稻动 先不说古墓内部的文物保存情况 在这种验过拔毛的情况下 墓主人是谁可能都确定不了 但是手头上的工作却是不能停 不出意料的是 的确这座古墓被人挖个底朝天 不过很快在墓室里面 好古队还是挖掘到了比较有价值的东西 那就是有关墓主人身份和相关事迹的墓志明 在墓志明上 清晰的写着一段文字 康熙三十年离将于巴林 适用后期典礼进封荣献国公主 那么也就有了个相对清晰的线索 这位墓主人就是康熙的女儿 并且生辰在于康熙的三十年 查询了相关的历史资料之后 这位墓主人是康熙的三女顾伦荣献公主 再进一步的查询了资料之后 墓地的宏大也就有了相对应的历史基本面的支撑 顾伦荣献公主的生母是马家世 这位马家世深得康熙宠爱 光是儿子就为康熙生下五个 因此 这位女儿在康熙心路中也是比较重要的 特别是顾伦这个称号 也不是随便赐予女儿的 除了在称号上显示的尊贵之外 哪怕在长大后和亲蒙古 康熙也是十分重视和牵挂这个女儿 因为按照清朝皇室的相关规定 没有皇帝的诏书 外嫁的公主是无法回到京城 但是康熙多次借着巡视蒙古的名头来到蒙古 汉望自己的女儿 在确定了墓主人的身份之外 陶谷队来到了主墓室收拾棺果和遗孩 但是在来到主墓室之中 陶谷队并没有找到相关墓主人的棺果 一时之间 陶谷队怀疑盗墓贼是不是连带棺材一块倒了出去 但是在研究倒动的大小之后 这个想法被否定了 于是在进一步找寻中 终于找到了一个密室 里面放着一口没有撬动痕迹的棺材 在打开了棺材之后 一位端庄秀丽的女子躺在棺材里 从周围的陪葬品来看 这位就是顾伦蓉县公主 最让人嘖嘖称奇的是 这位公主穿着一身龙袍 并且龙袍做工精细 上面满是珍珠 此外 女尸头上的金冠也是一场精美 但是一位女性 穿着龙袍下葬的确闻所未闻 并且清朝的龙袍造价十分昂贵 更不用说这件绣满珍珠的龙袍了 此外 除了精美的随葬品之外 在检查女尸的时候 又在大腿附近发现了一堆干涸的不明液体 虽然可能存在官液 但是这座干旱的地方 官液的可能性太小了 如果说是其他的液体 对于顾伦公主尊贵的身份来说 在下葬之前肯定会把尸体清理干净 于是有人提出一个十分不靠谱的想法 这会不会是顾伦公主的精血 但是这想法在提出的时候 就遭到了大家的一致性否决 首先 在去世的情况下 人不可能还有如此的生理现象 而且 根据相关的资料来看 这位顾伦荣县公主 在去世的时候 已经56岁了 这样根构不成逻辑 自然 这情况一时半刻之间也无法说得清楚 当然 那件珍珠团龙袍为什么可以随着下葬 还是可以说到说到的 从相关的公主生平来看 他和亲的对象叫乌尔滚 双方的婚姻关系还是比较甜蜜的 乌尔滚早于顾伦公主去世 对于顾伦公主的打击很大 去年之后 这位和亲的公主也随之去世 当时的皇帝雍正得知消息之后 派人带着丰厚的随葬品来到蒙古操办葬礼 公主生前在康熙帝生病期间 克勤克孝 杰力士亲 加之俄赋乌尔滚战功卓著 所以公主去世后 得以享受到这件遇刺的珍珠团龙袍 公主下葬时所穿袍服十余件 但现在仅存三件 最珍贵的就是穿在外边的这件珍珠团龙袍 其他两件分别是穿在中间的苏绣彩蝶袍 和穿在最里边的苏绣博古袍 这两件也是国家一级文物 珍珠团龙袍不仅是青帝赐予公主的哀容 还是清代满蒙联姻的重要见证 但是说到考古现场相关的疑点和未解之谜还是不少 因为客观的记载和史料的缺失 可能这些谜题永远都无法解开了 当下 雾伦公主的龙袍作为国家的一级文物 被放置在赤峰博物馆里面 两百年的往事过眼云烟 向游客诉说着他以及这件龙袍主人的过往